你敢相信吗 曾经被誉为神级殷踪的歌手 其中最有看点的邦邦唱环节 居然有这么多翻唱名场面 随便拿出来一个 都是能让人笑到喷范的程度 最后一个哪是邦唱呢 怕不是来拖后腿的吧 周笔唱请信方唱歌曲一样的月光 这场也不知道信抽了什么风 那句这世界真的怎能忍住不孝呢 张少涵跟毛不一的合唱 简直违和到了极点 虽然张少涵的现场变装挺惊喜的 但是毛不一的背后舞蹈 是真的很出笑点呢 再加上突如其来的点歌 真不明白两个人是怎么从花房姑娘 唱到We are the champions的 这声转真的不尴尬吗 谭维维邀请崔剑前来帮唱 两人一同演唱崔剑的与鸟之恋 多少有点歌唱歌的 虽然谭维维是好好地秀了一波高音 但是在与崔剑的配合上 那只能用不搭嘎三个字来形容了 杨宗伟邀请李全帮唱 两人合作表演我要我们在一起 唱的没什么问题 就是两人之间的互动太油腻了点 杨宗伟对李全又是泡面眼 又是深情凝望的 看的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也不知道周深怎么安排的帮唱舞台 明明新裤子乐队才是帮唱嘉宾 结果呢 周深把字短唱成了嘉宾 再加上新裤子主唱的奇奇怪怪的英文 我算是明白周深没拿冠军的原因啦 这个合唱团的帮唱嘉宾 不仅邀请了徐佳寅 还邀请了吴建豪 肖金龙可能是希望舞台更丰富一点 但是没想到 三组人完全就是在各演各的 到了后半段 因为吴建豪的话筒几乎没声音 所以他干脆开始跳舞 旁边混乱到不行呢 也不知道台上的几个人是怎么忍着会笑的 胡彦斌请来陶折帮唱 原本以为两代RB天王的合作应该会很精彩才对 结果呢 一曲听完 直接被胡彦斌的我吃香菇给洗脑了 再加上两人用力过猛的唱枪 直接全程皱眉听完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 转重让天然明白盛眼的女黑白眼 你还是个男人 和你却同时想一目所 也不知道彭佳慧怎么就找来了顺子合唱 原本这首九干唐麦舞能被彭佳慧唱得又燃又感人 结果呢顺子一加入恍惚平静的家中闯进了一群熊孩子 自己唱得不好还忘词就算了 还在彭佳慧力挽狂澜的时候冲上去讨论 这场彭佳慧名字第一顺子得是一半的责任 看完以上几位歌手的帮唱名场面 你是否对帮唱有了新的认识呢